好看一下啊 那么上节一个呢 给大家说了我们这个订单啊 并发的一个问题啊 就有可能导致你本来 你的库存呢没有这么多 结果你卖出去的商品的量呢 超过了你的库存啊 这就是订单的并发问题啊 那么关于这个并发问题的解决 分为这么两种方案啊 两种方案 那么第一种方案呢 叫做这个悲观锁啊 好 下面呢有一个叫做乐观锁啊 OK 这里面呢是解决这种问题的两个方案啊 首先我们给大家说的就是 第一种悲观锁啊 那么悲观锁什么是悲观锁啊 首先这个悲观锁呢 其实呢就是对应着你们之前讲的 这个进程的锁的概念 对吧 我们比如说进程 操作一个共用的资源的时候 为了防止这个资源呢 它的一些问题 我们规定呢 去拿锁 谁拿到这个锁呢 谁去改它 拿不到你就等待对吧 哎 只有我拿到锁之后 我才能去改它 等我改完之后 我把这个锁呢 释放掉 别人是不是 他就可以拿了 对吧 拿完之后 你是不是也能去改了 那么悲观锁呢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啊 在我呢 去 在我呢 去改这个商品库存的时候啊 那么我认为呢 别人也想改它 所以呢 我们的规则呢 就是在这个里面 查询商品的时候呢 我查的时候 我要给它去加一个锁啊 我也给它加一个锁 哎 我查到这一行呢 我拿这个 拿这一行的时候 我就把这一行呢 给它进行了一个锁定 那么 我对它进行了锁定之后呢 别人 他也按照我们 遵循的这个规则 就是你在去弄之前呢 你先去拿这个锁 你拿不到 你就进行一个 等待啊 就在这里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在这个位置啊 查这个商品的时候 对吧 最终我们是要更新 这个商品的 库存 所以我查 拿它信息的时候 我就对它呢 加一个锁啊 加锁啊 那么这个加锁 对应到我们 Circle语句里面 你怎么去加锁呢 哎 你加锁的话 它有一个语句啊 叫做slack的 哎 什么什么 比如说你slack的什么 slack的我们的 新 from我们的这个 df goose sq 然后呢 where对吧 根据一个条件来去查 好 查谁呢 ID呢 等于我们的 鸡腿的 ID等于17 然后呢 这样呢 是普通的一个查询啊 查询并且我要加锁 后面怎么做啊 写上一个for update啊 这样的话 你通过它来去获取这条信息的时候 最终这条信息的这个锁呢 你就拿到了啊 你就拿到了 这个forupdate呢 其实呢 它在获取数据的时候 同时呢 要去拿这个锁 你拿到锁的话 你这个代码呢 才能继续往下 执行 好 如果呢 别人 对吧 他用户二的 他也执行这段代码 到这个位置呢 也是先去拿热锁 对吧 他如果拿不到 哎 我用户一拿到了 那他就必须在这边进行一个 等待啊 他等待我用户一的代码是不是就可以继续往下走了 对吧 等我走完之后啊 我把这个库存的更新为零了 更新为零之后 最终我这个事物结束了 事物 提交 对吧 你的事物提交 或者是事物回馆 当你事物结束的时候 这个锁呢 就会被 释放啊 事物结束 哎 事物结束啊 那么锁 释放 好 他一释放 那么 用户二的这个代码呢 他就会 哎 不阻塞了啊 他就 他就不 他就不阻塞了 他就继续可以往下走了 他就可以拿到这个锁了 对吧 他拿到这个锁之后 他一查询这个商品的信息 然后下面再进行一个判断 结果他查商品信息的时候 是不是我改完之后的 这库存是不是已经变成零了 哎 他一判断这个库存呢 就会 不足 所以呢 他就不会下单 成功啊 不会下单成功 OK 那么这里面呢 就我们给大家说这个悲观锁啊 悲观锁呢 就是我认为 我们去 拿这条数据的时候 别人呢 也要改它 所以呢 我们统一呢 都是先去拿这个锁 谁拿这个锁 谁对他进行一个操作啊 只有拿到锁的 才会对他进行操作 拿不到呢 你的代码呢 就会等待这个地方 等别人事物结束之后 把锁释放 你呢 代码呢 才会拿到这个锁 继续往下的去执行 好 这样的话啊 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啊 在我拿到 我先用户一拿到锁 然后呢 你用话 你执行你的代码 你去拿锁的话 你拿不到 你拿不到 你的代码呢 就会一直等待这个地方 等我把这个执行完之后 把这个锁释放 那我用户一的进程呢 这边执行完这些东西之后 最终我把上面的库存呢 给它更新为零 然后最终我的事物结束了 这个锁呢 被释放了啊 我一释放 对吧 你这边呢 就可以呢 拿到这个锁 拿锁之后呢 你就继续往下去 查询信息 对吧 查询之后呢 你一查出来 你查到的这个库存呢 是我更新之后的库存 所以呢 你在判断的时候 你要买一个 结果库存是零 它就库存不足 就直接呢 够返回一个库存不足啊 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 第一种方法 叫做悲观锁 那么悲观锁 其实呢 本质上就是查的时候 加一个Fallupdate 那么它的语句呢 在我们的讲究里面啊 怎么去写啊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在查询的时候 我要去加锁 那么首先 找到我们在这里面呢 查询商品的时候 比如说在这里面 最终我们要查这个商品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边查的 对吧 你注意啊 这是普通 这是普通的查询 这个查的时候不加锁啊 那么怎么加锁呢 直接 object后面不是点get啊 点 select for update啊 好 它这里面有个方法啊 object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点selectforupdate啊 然后呢 点get啊 再去get某一个东西啊 这样的语句呢 最终就会给你转化成 我们写的这个语句啊 select啊 行 from我们的 dfgoose sq vr vr id 对吧 等于我们传过来的这个sq的 id 好 并且呢 后面加上一个for update啊 那么我在一个事物里面 我去拿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给他加了一个锁 好 别的事物呢 他呢 去执行这一句的话 他就会阻塞啊 他就会阻塞 对应到我们这边的两个进程的就是 你用户一先拿到锁之后 对吧 即使调用了用户二进程里面代码 再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呢 进行一个阻塞啊 直到我把锁进行释放 他才能继续往下去走 好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那么其实呢 这里面就在这边加一句啊 加一句之后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问题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弄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去写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我们那就可以呢 做一个演示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 找到我们的这边 但是呢 在这里面 我们看一下在哪个位置 给他加一个东西啊 比如说在这里面 在我进行这个更新之前啊 休眠一下吧 哎 import啊 我们的time 然后呢 写上一个time点 sleep 写上一个 时啊 写上一个时啊 好 那么 这样吧 我们就直接啊 直接在这边 不在这边加这个东西了 我们就统一 统一在这边啊 先在这里面呢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们进完这个东西之后 对吧 你你slack for update之后 我们说呢 拿到的 这个锁的就会继续往下走 拿不到的就会阻塞 对吧 所以呢 我在这边打印一句话 print 然后呢 写上一个user 百分之地 哎 就是谁拿到了 把用户的id打一下 然后呢 查到这个库存之后 查到的是一个 stock 然后呢 百分之地 我们在显示 里面显示这个 用户的id 还有这个 查到的sq的 库存 哎 我把它呢 去做一个相应的 显示啊 打印一下 好 打印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去休眠一下 休眠一下 time import啊 import我们的time 然后呢 在这边 写上一个time.sleep 写上一个 10 好 在这里面 哎 把它休眠 然后呢 下面啊 那么看一下我们这个 鸡腿的库存 哎 把它呢 置为1 把它置为1 找到我们这里面 smart.ioi 然后在这里面呢 select 好 这个对吧 id等于17 现在这库存是0 哎 改成1啊 update 然后呢 哎 dfgoose sq set stark 等于1 where id呢 等于17 好 然后呢 你再去查一下 现在库存是不是就1了 对吧 好 那么同时找两个用户啊 这里面有一个用户 对吧 这个用户呢 去到我的购物车 我的购物车里面 是不是已经加了这样一个上名 对吧 然后呢 我选择 我点到去结算这个页面 哎 点到去结算页面啊 然后选择好 哎 这里面准备点击提交订单 但是呢 在我点之前 我再来一个用户啊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个用户 哎 这是我的这个8啊 这个用户啊 那么在呢 里面呢 往我的这个8用户里面呢 给他加一个 鸡腿 也加一个啊 然后呢 去到我的购物车 同时呢 点到这个去结算的页面 是吧 点到去结算页面啊 然后 下面呢 我们呢 就开始呢 点完它 再去点我们上面这个啊 提交订单 然后呢 点之前呢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打开啊 你注意一下这里面输出的一个东西啊 谁抢到 就是 谁拿到这个 谁的这个下面就应该被打印出来 拿不到的就应该阻塞在这个地方 对吧 等它释放之后 他才能继续的把它打印出来啊 OK 那么现在看一下啊 首先 点击这里面 我们先点一个啊 这个 找一个他 再找一个他啊 他俩 对吧 哎 我先我先点他 那么你一点呢 这个东西一定一定先拿到啊 他是这个smart8啊 smart8 点击好 出来一个对吧 然后呢 继续点击 好 那么他是不是没出来 然后你注意啊 我们先点的这个是不是先拿到的 哎 他就user9啊 他拿到这个stock等于1对吧 那么等我弄完之后 你看到啊 等我这个结束之后 你是不是拿到锁了 你是不是拿到user1写上一个stock等于0 对吧 等于0的时候 你在这里面最终是不是报一个库存不足 对吧 这里面我们就解决了我们所说的这个订单并发的问题啊 是因为我拿到这个锁之后 只有我在释放之后 对吧 我释放之后 你才能继续往下走 所以呢 我们不会出现我们之前所说的这种情况啊 在这里面 你拿到这个库存判断之后 对吧 他也进行到库存办件 然后呢 继续的往下走 这就会出现我们所说的那种情况 但是这里呢 他是没有的啊 因为我查之前 我就把它加了一个锁 在我操作完成之后 这个锁呢 我才释放 你才能继续往下走 好 这个呢 就可以呢 去解决我们所说的这个订单并发的一个情况啊 订单并发情况 就只有一个呢 能买成功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给他告诉这个库存的不足啊 库存的不足啊 OK 这是这个悲观锁啊 它的情况 其实呢 就是加锁啊 加锁啊 好 好 感谢观看